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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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個 很有趣的問題 其實這是我們皮膚的一個角質層 那這是我們皮膚的 表皮層 上皮組織 那這是我們的毛囊 那這一個就是皮脂線 那所謂油性肌膚或者是乾性肌膚呢 主要還是以 形容在這個角質層為主 那比如說像滯漏性皮膚炎的患者 他常常會皮膚會有脫血 他會覺得他皮膚很乾 有些人他比較滋潤 他會覺得他這個角質層 會比較油膩 甚至 我們這個皮脂線 就是我們會叫他另外一個叫油田 他就會從這個 分泌一些油脂呢 從這個 毛囊開口會出來 所以這就像油田 可能是我們在沙漠上 可是呢 就是好像有一個油田從這邊冒出來 所以又有又乾的感覺 其實乾性肌膚的人 他因為皮膚表面 就會比較乾 所以呢會誘導我們的皮脂線 就會不斷的分泌 優質出來 那在這分泌的過程裡面 剛剛講到痘痘的三個原因 其中就是皮脂線過度旺盛 所以有時候 皮膚太乾的人 他反而會容易長痘痘 所以如果我們保濕 做好的話 他反而 痘痘就比較不會長 我們會不會長痘痘的 如果我們會長痘痘的 如果我們會長痘痘,我們會長痘痘